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这个节目 春晚40年 我们今年的传奇中国节 在央视春晚40周年之际 特别打造了我们的春晚朋友这一环节 邀请央视春晚的新老朋友 一同寻找春晚带给大家心底的温暖 大家还记得吗 2018年以非洲猛类铁路建设为背景的小品 同喜同乐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小品中非洲城务员卡丽的扮演者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接下来继续跟随主持人吴鹏 一起去看一下 这位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非洲姑娘 有着怎样的春节故事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春晚朋友 我要请他去体验一下 中国飞仪手工艺品兔尔里爷的制作 说起他还是我的同行 来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爱乐 走了 感觉怎么样 好好看 琳琅满目 你好 看看我们家的兔爷吧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兔爷是保平安保健康的 明长会就要一趟了 大概应该是450多年的历史 我这边看到的一款还挺特别的 哦 你看的这款是坐虎兔爷 坐虎兔爷 哎 团说啊 这个老虎叫祥味兔 它是辅佐这只玉兔 天上人间 送药驱逐病魔的 刚好今年是虎年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他来的 那咱们开始吧 好 来 我是08年来到中国 我就是喜欢中国 所以留下来了 这十几年在中国待着 你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呢 北京的发展特别快 地铁站现在多 路也盖得越来越大 楼也越来越大 对 你有没有想到过你会上春晚 没想到会上春晚 我被写上了 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大 登上春晚之后 你的感受有什么 值 真的特别值 认识了好多朋友 看一下我们做的 好好看 做虎兔爷怎么样 挺好的 我很开心 感觉怎么样 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 会唱中文歌吧 我会 小的 天秘密 天秘密 小的天秘密 你看我这边呢 还有一个邮箱 这边收集到了我们网友 关于过去的真心话 不备来的大冒险 您也可以参与一下 同时呢 可以 我来中国十三年了 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雪 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 希望2023年 疫情已经结束了 我回家与家人相聚 好 小兰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口吃到饺子之后感受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好舒服 很暖 你看 我现在我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好 我来教你好不好 我的心儿放多了 先把这个池儿你看这样拿 刚好让手形成一个像个碗一样的 捏一下 对 顺着一个边 开始往下一步捏 不行 这个方法 对 这样的话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捏完之后 你再把它 沿着这个 这样叫 压一下 压成圆形的 对 看了 看一下 我们要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 我放这儿 好看的放前面 不好看的放后面 饺子熟了 自己动手做饺子 没想到我们非洲朋友包饺子也包得这么地道 那么饺子在中国寓意招财尽宝 我们也祝愿大家新的年都能够一切顺心如意 才圆广进 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节